高岛沙发按摩椅 智能声控 动口不动手 F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 得您信赖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第二集 第二集 IS300 第二集 而且这次是换我来的 之前都是小师跟泰山来 今天终于换我来阿吉老板这边 而且这边是新开的店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在土城新开的店 那我就直接把车交给你处理了 大概就是大件检 该换的换一换 然后我们上次有顶起来看底盘有肉有 我等一下看一下 检查一下有什么问题 然后跟你说 然后一起做一个检查这样子 还有一个是我最近发动觉得它没有那么顺 那可能电瓶的部分我们需要做一些检查 看电瓶的电池量怎么样 我想问一下 土J粒你做的多吗 做很多啊 比赛车都是土J粒啊 甩尾车全部都是土J粒 对对对 所以对这一颗引擎的熟悉度 其实是算很熟悉的 那就交给你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程还不多啊 14万多啊 我们从引擎室先大概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电瓶啊 因为它是109年 所以正常两年多 有些电瓶因为它启动量 需要比较大的电流 所以有可能它的电瓶的蓄电量 是比较不好的 对那我们等一下用量测的方式 去做量测 做一个拿捏 那有可能是车老了 接地的部分异常 或电容量不够 那我们量测之后就知道了 那以我们目前看起来 这个引擎上半部 因为其实14万对电磁石 对这颗引擎来讲 其实里程不算高 那我们看到上面的部分 肉油的部分 其实胶寡这些都还好 那那个水磅部 那个已经有打过胶 代表这个部分是有处理过的 这个胶是新的 所以那个前车主 可能它已经有处理过的 所以这个上面部分 我们看起来它是 都算还不错的状况 刹车油的部分 可能含水量比较高 所以它是比较霧的 目前上面看起来 状况比起来好像都还好 那这个油也算很清澈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怕会油 小四还有交代说 水管那些都要先找 对水管 我们看的就是它的膨胀 像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个要突起来 比较肥一点 对这边比较肥一点 这个水管就是 它可能寿命比较大了 好这个部分 我们就要建议更换 对它更换原因 也有可能是上次 这个水箱已经有换过了 这水箱是新的 有换过的 那这个束环已经改掉了 所以它的原本固定点不一样 也有可能因为这样造成 它的肥胖度不一样 热循环的部分 水泡布跟这个水箱这些东西 它都已经做更换了 那这部分应该就比较没有 要花钱的疑虑啊 就是发动的部分 除了电池的部分 那因为它的免分比较久 所以它的问题可能比较大 第二个就是火星塞的状况 那火星塞 我们等一下拆起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它放下来 来我们先看一下 那机油的部分 这个看起来还好 这个主要是由方向机漏油 对方向机漏油 对方向机 对你看这边 这个以方向机的机会 是占比较大的比喻 这个前车主 其实大部分都有整理过了 变速箱漏油的部分 也都有整理过了 对啊我们等一下把这个拆开 就这里有流 那这个油有可能是由前面是流过去的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打开之后 我们看一个更清楚 因为我看蓝银片也刚换掉嘛 蓝银片的换得直接没有很久 那这个比较安全性的这个交道 是有归裂 但是它还没有很严重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是堪用的 这个稍微有点剩油 这个是 这是变速箱的油底壳 有点剩油 有没有 对这个地方有点剩油 油底壳我们建议把它打开 把垫片换掉 顺便换油这样子 因为如果自己开的话 顺便把它换掉换油 那做一个大保养的动作 对对 做一个大保养 顺便就把这个油 由底壳部分处理掉 其他的看起来变速箱叫 都还没有太大问题 这些都还蛮正常的 这些状况都看起来都还蛮正常的 后刹车皮 它左右的刹车吃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认为它左右的活塞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没有去检查 其实你注意看 它左边跟右边的深度 是很明显的不一样 左边跟右边的深度 有一个勾痕 两个深度是明显不一样 所以后面的刹车力道是不同的 那这个就是活塞 后面的双活塞可能 活塞部分需要做一些清洁整理 因为这个活塞 我们有能力把它退出来清洁 之后再把它退回去 对除外它活塞的防塵套 有坏掉我们再换 其他的部分就是这一部车 你的轮胎的魔耗 这个是属于异常的 这个内侧吃特别多 左边右边 那因为后轮驱动 后轮定位异常 所以左右的魔耗差很多 差很多 这个就是定位造成的 这个部分我建议就是 要说定位一起做 因为拆了底盘一些东西 因为我要 我之后会换轮框 所以它会一起换 那一起换 到时候再一起做 这样就可以了 对 其他的部分我觉得这部车 状况还蛮好的 蛮好的 这个比想象中还好 比那个跑四弯的马沙拉迪还好一点 还好 对 这个其实就一些小部分的肉油 换一换 应该就可以了 我们等一下把火星塞 打开来看一下 它凸这粒会有什么通病吗 之类的 其实它对机油的要求 比较高 对啊如果机油用对 其实它很耐用 非常耐用 好 那就等等拆开来看吧 对 我猜一下 现在内阻值分 都是2号通过 然后电压是12.83 内阻值4.99是OK的 是OK的 所以发动那个问题可能是火星塞 对 所以要拆下来看 要拆下来帮你看一下 这个记得千万不要报废 现在这一颗引擎可以卖十几万 我在社团上有看到很多人在卖引擎 对这一颗引擎好多状况 大概到十五万多人会买 所以快要比车子贵 千万这个车不要好好的珍惜它 对啊 这个我们看2lady有这一颗 VVT 有可变跟没有可变之分 SUPERR的是没有可变 这个有可变 这个电极啊 其实比想象中的还差了 然后它这个火星塞 一般这样子都会有泡水的东西 这样一般我们都会建议把它换掉 换掉之后 整个点火跟启动 应该就会好很多 这个火星塞应该有相当年纪了 我觉得它应该用了七八万公里以上 甚至更多啊 所以这一把换掉 应该就可以完全改善发动问题 发动的问题 对啊 如果发动问题还是不太够 电瓶量又够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会建议老车给它 一条好一点的负极的接地 让车子的电流更稳定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开始拆 然后叫零件来这样子 因为这个引擎我们很熟啊 我们很多的甩尾车 都是用这一颗引擎 对啊 几乎在全世界的甩尾车 还是用这一颗引擎 大概占了八成以上啊 它随便做就可以八百匹啊 八百一千匹啊 对啊 可以做到3.2 3.4 kit 引擎很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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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开到我抱孙子还在开 你先找女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他抱孙子 你结婚怎么还没 先找个女朋友一下 加油一下就这样 对对对 好等一下就顶解课吧 好 所以就想要做整理锅 它肉有整理 对啊 肉有都有整理 有啊 它整理很多东西了 要整理的东西其实很少啊 油底壳 变中箱油底壳要用啊 变中箱油底壳那个上面啊 后半部油要剩油啊 要换变中箱油 顺便把它换掉 对啊 记得是后面刹车比较重要 它有安全性的问题 那个部分要做一点 后面大概应该剩零点 对 打印饭把它换掉 顺便把那个活塞 做一些清洁的动作这样子 水管上水管接应换掉 上水管接应换掉 对啊下水管 目前看起来状况是还好的 对还好 还要换吗 标准高一点就把它换掉 因为换 上水管你还绕AR 也要换水 要进那些的 那就不差那一点 把它换掉 对就把它换掉 对 好了检查完啦 我们在约时间来跟 阿吉老板拍摄施工的时候 所以我应该有好几天 看不到他了对不对 我可能很长喔 对应该很长 因为这边做完 可能就会直接送烤漆了 烤漆到底是什么颜色 但是我还不知道 反正就 到时候再来拍拔 就这样 过了一个礼拜 终于要来用我的iS300了 上个礼拜真的太忙了 我都没有时间来拍片 所以只好拖一个礼拜 听说阿吉老板跟店长去帮我试车 等一下来问一下他们 到底还有什么问题 听说我那时候 走了之后 你们还要再帮我看一下 是什么问题 目前检查的话就是火星塞的间隙有点过大 那燃烧的状况不是说太好 引擎室来看的话 目前来看 上座肉油是没有的 那皮带的部分 也已经归裂老旧了 也会建议一并做更换 引擎室的话大概是这样子 那再来来到我们底盘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把车顶起来 ok 那我们看到底盘 上一次的话 是有发现到 上次说方向机吗 对原本方向机 整个都是油脂 实际上有点痕迹 但是我们经过清洗干净后 发现是之前做保养的时候 油芯可能锁不够紧 或者是露完油的时候 没有清理干净所造成的油脂 现在看起来底盘的引擎下座的油脂 是都很干净的 再来这个变速箱油底壳的部分 有微剩油 所以也会建议来做电片的更换 还有里面的滤网 那再来往前看一下 这边这个下水管的部分 也已经都膨胀了 所以会建议连上下水管都一起做更换 引擎的油底壳 它之前有整理过漏油了 焦的痕迹还非常的新 可以看得出来都没有油漬 非常的干净 目前就是这几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放车下来做火星塞更换 那首先如果要拆除火星塞的话 要移除我们上面的上盖 包括我们的这个节气门座 因为中间有两缸是在这里的 听说你们有去试车 这车况其实算好 非常好 而且引擎非常有力 老板都想要买下来了 这个有要换吗 这个是里面的正式离带 那其实它这个状况看起来 还非常的漂亮 应该是有更换过了 那这边有一条水管 是节气门冷却的水管 这一条也蛮容易裂掉的 那这条有要换吗 我会建议一起做更换 通常水管换完之后最容易裂的 或是断坏掉的就是这一段 对 刚坐学徒的时候换自己家里的车 换完全部水管就差 节气门的没换到 结果开开又漏水 所以又赶紧的又叫材料 把节气门小水管换掉 所以建议客人要换 就一起做更换这样子 节气门可以看得出来 已经是非常脏 所以这个我们就 建议一起做清洁 它像它这个 线头都已经脆化掉了 所以这个可能等一下 要问一下材料行 有没有线头做更换的部分 可以看到我们火星赛的间隙 都比新的还偏大 它的这个点火头都已经平掉了 那我们新的是比较尖的 全新的 全新的 旧的都已经脆化 全新的是要长这样 它这个插头如果脆化 再对影响你点火 都会有 也都会有影响 你刚刚说 刚刚那个是什么的接头 烤耳的 这是你的烤耳 对 它是烤耳 烤耳插的那个插头 因为这边都会经过 这边都是高温 那久了里面都会脆化 看一下它 既有黑不黑 这算黑吗 蛮黑的 蛮黑的 蛮黑的对 对 因为不透光了 就是露出来的既有量 那等一下我们 油心放掉了 它会再多一些出来 再试没什么吃既有 所以之前那边的油就有点是像 蛮像的 对 蛮像的 对 那它可能有清 但是没有清得到很干净 就会有上次的状况发生 那我们新的 机油心的话 会建议抹上一层薄薄的机油 来增加它的密封性 保护它这个橡胶圈 一来我们在锁的时候 这个Oring 跟它的那个平面 才不会去摩擦去破损之类的 造成日后的肉油 太干涩 对 太干涩 增加它的密封性 也是增加它的润滑性 那其实有的机油心 它本身 这里就会有先 预涂一层润滑油在上面 换处理变速箱的部分 这个是什么的支架 这个是排气管 支撑排气管这边的一个支架 后来我们要把它放松 你的那个油理盒 才下得来 对 才下得来 它刚好这边 哦 卡住了 哦 卡住了 哦 这个放掉了 这个不用全裁 就是神旺面这样子 哦 对对对 现在开这个是什么 这个变速箱油的滤网 因为这个也是大概换备用箱油 6万至8万的时候会做更换 对 大薄的时候 那因为你不知道前这一组 是什么时候去做更换的 那我们在做整理的时候 就一定会把做更换 那我们在做整理的时候 就一定会把做更换 对对对 这个是旧的 你看它的上面 那都是屑屑 对 其实认真看这边都是屑屑 铁屑的 所以它应该是很久没换的 所以说变速箱油到一定里程的时候 一定要去更换 它现在一边在帮你用 那个油底壳 在帮你去那个胶 好 我现在先帮你 可以先帮你画布袋 有小略的痕迹 那我们一样就是预防性更换 先把它换掉 就换掉 对 就直接做更换 OK 这样就好了 好快 这应该是我拍过最快的 哈哈哈哈 一台车 一代最好看 它这个角度刚刚好是 空间比较大 如果说在这个侧边 对 要被那个挡住就很难处理了 这是它的垫片 对 它的垫片 那这种垫片有需要打胶吗 垫片 这个吗 对 这种不用打胶 对 这种不用打胶 它本身上面已经有密封性了 那你在打胶会破坏它 比较容易破坏它上面的那个贴合度 你看它这个捏起来都是 你可以压压看 这算是软木塞材质 对 那锁的时候 建议从中间锁到外面 这样它这个垫片才会 慢慢的慢慢的被压平 分次把它锁紧 平均上紧 这样它这个垫片才会平均 避免下次会再继续漏油 你看 这两边的厚度 没有错 这个比较厚 这个比较薄 对 正常是两边厚度一样 好像代表是很疼人 它本身里面的活塞 它里面的活塞可能有 稍微有咖粉层 那我们等一下会帮你一样做 一并做清洁 对 让它活塞做洞是顺畅的 所以它是因为脏所以 才会吃得不平均 好 我们再说的就是这一圈 这个像橡皮道这边 它如果说它在做洞的时候 它做洞的时候 它如果说卡到里面那个 如果太多粉层 也会导致说 它的活塞做洞会不顺畅 那你这个到还没有到这么的严重 它有遇过的案例就是 它一边已经卡死 那一边没有 那一边就是已经快见铁片 那就是活塞严重的卡死 那久了之后 你的对你的那个碟盘 就是直接伤害 那应该就是直接换碟盘 所以现在这个碟盘是还可以用的 还可以用 稍微一点点有吃勾 那这个没有关系 对 然后如果说再严重一点的话 可以再做更换就好 像这边的吃面就很漂亮 这边的话你看 左右两边都很平均 代表这边活塞的它的进退 都是很漂亮 那里面比较可能粉层 比较没有那么多 它卡的张力没那么多 所以它活塞是顺畅的 它这来临片好小一片 我觉得很好 这个原厂配置就直接给你对二活塞 刹车自动力也会比一般的单向活塞还要好 我想说也太小一片了吧 大小不是重点 大小也有关系 但是主要因为它是双向去挤压 那会比你说用单向去挤压 靠那个活动销去动的还要好 因为你活动销 有些人长期活动销都没有去做清洁 不管来临片时那边的人没有办法做清洁 那容易卡紫 它使得你吃单边的几率更高 哦 因为它只有一匹 对 它都是靠上下两支活销 在那边左右在摆动这样子 哦 哦 大家好 我是芒果 那今天因为阿呆跟老板出去拍片了 所以我就负责帮他拍 帮他拍他的IS300 那我们今天要换上下水管 然后三脚架的铁套 然后刹车油 持轮油 三脚架是在哪个位置 它现在是这个橡皮 我把这个拿下来可以拍得更清楚 哦 是这个里面的是不是 对 它是里面的那个已经 对 已经裂掉了 对 我们已经有先换好一支 我们已经有换了一支 这个就是换好的 有没有 它旁边都是全新原厂 对 都是没有裂掉 它这一个 它在使用上的话 目前的话还没有什么安全余率 它再过一阵子之后 它完全DOP 等到完全裂掉之后 那它可能在行驶的时候 容易会有COCOCO的异音 我们现在就是换中间这一颗 这就是正常的 就是把它中间的那一颗逼出来 换这一颗而已 对 拆下来了 拆下来看就是这边 正反面都已经裂开了 都已经裂开了 有归裂的情形 我们现在到后面把它逼出来 就是这个要用压床把它压出来 以前要先做记号 它是有卡榫吗 对 它有方向性 有方向性 对 因为你看这边 它这两边是间隙 它是主要就是在你在做活动的时候 它是有方向可以看自己 哦 了解 对 继身座 如果说你装反了 可以用 但是很快又会断掉 OK 这样就OK了 好 好 这样就可以装上车了 可以看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有角度就是这边 因为如果刚才没有对到角度 这个面如果到这边 它等于会去拉扯那个面 哦哦哦哦哦哦 就是橡胶的那个面 那你使用寿命会变更短 现在是这 它昨天还有一条管子是硬化 它这个已经都硬化了 这边都硬化 正常的是 可以 正常是软的 那这个已经硬化了 哦很硬 硬化了 对 然后这边 因为在拆的时候 是抽起来 所以它边边角 其实都有一点点小小的规裂 哦哦哦哦哦 对 因为这个是在 捷气门是在 它是在引擎的上 它在引擎的上端 然后它中间的部分是很热的地方 那橡胶久了的话都会硬化老化 对 拆的时候 有看到有帮它有规裂 就帮它一次一次做更换 它正确名称是捷气门 呃 怠速的水管 怠速水管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要来换水管 对 水箱水 短的是上还是下 短的是上面 长的是下面 这边都已经涨起了 等一下两次跟你比对就知道了 有没有觉得它长大了一下 有 这个比较肥 就变肥了 对 然后这中间这边 因为这边都是编制层的 那你久了之后 因为这边都是有高温的情况 那都会搞致它越来越用越久 它都越来越浮沾 那久了就是等下讲了 有可能会爆水管 真的很明显 嗯 有没有看到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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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旧的变比较大一点 对 已经涨起来 对 然后你看这边 这一节 也是比较明显 两个比对起来 一条已经都是涨大 它这个再用一阵就不可以了 不会有泡水管的东西 这是加水的 诶 不是 我要把它多余的水抽掉 哦 抽 等一下加新的水 抽水的 诶 待会你要去哪里 哇塞 干 你们就知道 干 你要去哪里面 演一下美 我们要去 去签 RS300啦 然后顺便把它送去烤漆厂 然后顺便把它配件 送去烤漆厂 一起装上去 先不跟你们讲那是什么 反正这个误刷 超贵 这个很 诶 这个很宝贵 这个有涨价 我是算投资 我跟你讲 就是投资 诶 其实这台车真的算投资 对啊 就算报废的引擎 还是 还有十几万 哦 是哦 对 我看到是这样 走吧 好啦 耶 经过了两天吧 对 对 我拍一天芒果你来帮我拍一天 对 辛苦你了 不会 然后终于用好了 然后现在用完了之后 下一站就是 等一下就去送烤漆 烤漆最终的颜色应该 已经定案了啦 你知道什么颜色吗 红色啊 红色对不对 诶 等一下 我先讲一下 我看到是红色我没有不开心哦 因为我本来就还蛮喜欢红色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票数好不好 那个粉红色应该可以算是压倒性的胜利 其实出乎我意料 我看的时候 票数超高 那比率超高的 不行啊 我给你们看 这样你们就知道我原本投什么颜色啦 好啦好啦 没关系给你们看我原本跳错 紫色 对 我原本跳紫色 但是也没关系 因为粉红色我也蛮喜欢的 好不好 五个颜色都是你爱的啦 对啊 颜色我会再跟师傅讨论 先不让你们知道 粉红色是什么粉 本来是粉红色就对了 这两天我这台车总共弄了 后来的一片 变速箱有底壳的电片 然后三脚架的铁套 两边都换掉了 然后上下水管 然后节气门清洁 然后大保养嘛 然后他们说我的后轮定位有跑掉了 那因为之后我会换轮框嘛 所以之后再来订位去吧 但我们等一下还是去量看看 到底差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他大概 从我点进去速度车型 他少大概不到10秒的时间 他就已经抓到我们 四个车员的数据 对 然后目前的动作就是 转动方向盘来测量他的 后勤角的角度 前轴的数值 跟后轴的数值 那从后轴来看的话 第一个可以看到我们的外景 左右边的外景相差蛮大的 接近差了半度 轻角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前树的数值 那主要吃胎的话会主要还是会以我们前树 两个前树的数值的关系 来造成我们轮胎吃的不平均 那等于是你一个轮胎偏里面一个轮胎偏外面 所以他有点偏斜的这样 那前面的话可以看到 但是前面因为我们有拆三脚架 有更换三脚架铁套 所以数值本来就会跑掉 是很正常的 好啦 就这样 等下就送去烤漆吧 好 耶 中午又烤漆了 这一下 上次 正在那边 正在哪里 轮胎 轮胎 莲胎 8 很久 阿 那边 吴华 柯 可 轮胎 最初看到的就是呢 因為我有裝下巴的關係 但是因為我這次想要做格不一樣的 所以我請師傅幫我把下巴跟保桿黏在一起 讓它看起來像一體成型的 我有那種硬接上去的那種奇怪的感覺 所以剛剛那個步驟就是在接合 然後之後師傅會再慢慢修 再補兔 然後再烤漆 就這樣 再烤漆 - 開始囉! - 開始囉! - 考完機了! - 粉紅色,大家選的粉紅色 - 雖然大家是選粉紅色啦 - 但我自己有在跟師傅調一下漆 - 你就好看嗎? - 好看啦! - 我是覺得實車蠻好看的啦 - 但是這個很吃光線 - 像今天太陽很大 - 所以看起來就會比較偏粉紅色 - 但如果陰天的時候它又有點偏紅色 - 如果你從螢幕前面看 - 應該看得出來每個角度其實粉的顏色不太一樣吧 - 然後前面不是有烤漆的片段嗎? - 那邊用GoPro拍的所以色調會比較偏紅一點 - 我盡量調,調到跟實車相近 -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比較貼近實車的顏色的話 - 你可以到我的IG去看吧 - 我放在這邊 - 因為那個GoPro拍起來真的太紅了啦 - 然後又加上其實大家每個人的顯示器 - 所顯示出來的顏色也都會不太一樣 - 所以這種特殊色比較難讓大家看 - 它真實到底是什麼顏色 - 但是我盡量調到接近實車的顏色好不好 - 那今天這一集 - 在加前面的維修 - 烤漆 - 那這集就到這邊 - 第二集我上次有說第二集要讓大家選輪框 - 所以那我就再挑幾種輪框 - 放在下面 - 再讓大家去挑一樣 - 在YT的社群幫我投票 - 然後投票完之後 - 我就去換輪框了 - 然後下一集就是換我一燈 - 就這樣 - 幫我留言一下你覺得這個紅色好不好看 - 你覺得好看的幫我在底下打好看 - 不好看的就直接打不好看沒關係 - 因為每個人的在面關板就不一樣 - 那喜歡我們影片記得訂閱分享 - 按讚開啟小鈴鐺 - 然後追蹤小石七的IG - 然後如果想看接近實車的顏色的話 - 可以到我的IG去看 - 下次見拜拜 - 下次就換燈囉 - 換尾燈囉 - 誒 今天這個太陽光好看吧 - 好看啊 很亮 - 比我想像中很好看 - 好啦不多說了 - 下次見拜拜 - 緊緊緊緊龍免摳魯通通包鬼 - 出門在外只有盛帕斯 - 高島沙發按摩椅 - 智能聲控 - 動口不動手 - ウルトラーダッシュ Z3 -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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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標最強的DUALSal